大家好,今天我们会来讲解一下我们的天九五年级包装机的一个调试翻转装置 那我们会给大家解答一些客户常规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的工程师会进行一个专业的讲解,讲解怎么调试 如果遇到这个轴左右晃动,像我们这样的左右在晃动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是这个弓箭,这个弓箭它就起压着这个轴层的位置的 把这两边靠在轴层上面,靠紧轴层之后把这个螺丝扭紧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左右晃动了 最常见的问题是这边的皮带,它会有时候会上来,这个皮带有时候会上到这上面来 或者有时候会低到这下面来 正常的是我们是放到这个下面下位的这个槽子里面 最常见的就是它有这个槽子 对,最常见的皮带会上或者下 然后我们调整这个这个轮,这个滚轴 这个滚轴太低了的话 它就会这个滚轴,这个滚轴太低的话 它这里的皮带就会往下走 对,如果这个滚轴抬得太高的话,它就会把皮带抬上去 那这个皮带它就会往上走 就是这个轴 但是我看你这里不是已经卡住了吗 为什么还会往下 可能会出现这种 会出现这个皮带会往上走 往上走就是这里抬的,这个轴抬得太高了 就往上降一点 如果这个轴太低了的话,这边就往下走 对,这边的皮带如果出现上下走位的话 就调这个轴到高低 调一下,调了之后,然后观察一下这边的皮带 有没有在这个卡槽之内 这里印记吗,这个位置是不是要画一条线 这里可以画一个线 对,画个线 然后还有这边的,这个是调了刚好的 对,是你们调好的 现在这个是我们调好的 那我们出厂的时候给客户画个印 可以,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是最常见的是这边 这边也会出现那个皮带 可能说这个皮带会掉到这个 轮子外面去 可能这个皮带会掉这个轮子外面去 首先一点要对住这个轮子和下面这个轮子对冲 在一条线上面 就是说这个边和这个边 在一条线上面,这边 如果这个轮子如果是在这边的话 它就皮带就会出现 这个皮带会掉到这个轮子外面去的 然后这个感应器 这个感应器是连接包装机的 这个感应器是检测的 下面口罩有没有落下去 这是一个连接的包装机的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是调这个皮带的速度的 调这个皮带的速度的 一般的调多少 一般就给它调到90 90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螺丝 这边的两个螺丝和下面的两个螺丝 它就调这个轮子的 压的紧和松的 调太紧了的话口罩从这里进的话 它就进不去 对 这里就调这四个螺丝调这里的 这个轮子的压力的 压太紧了口罩进不去的 压太松了呢 压太松了这边就缝隙很大 口罩也会掉下来 对 然后这个皮带整体的 调整体的皮带的松紧度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螺丝 这里的螺丝松掉 然后把这个形材整体往后退 来拉伸这个皮带的松紧度 好 我们可以开压看看 好 我们可以开压看看 好 我放来我口罩了 在那边死了 这边需要跟口罩机固定吗 这边需要跟口罩机固定 什么固定呢 有一个L型的工件 要给口罩机固定 这个能到现在 这边我们会预留一个工件 到这边 肯定要跟口罩机固定 让客户自己做 要自己做的 没办法判定客户这边的出料结构是多长的 只能单接他们去 如果这个皮带松的话 那就把这个螺丝松掉 这边的这个有四颗螺丝 这边两个 这边有两个 把这个L键拿过来 然后把这个螺丝松了 松掉之后 把它往后移一点 然后螺丝扭紧 移得动吗 现在挑紧了 这个L键的话 它是固定到机器上面 是这样固定的 是这样的 这边我们会装两个螺丝出场的 然后这边的话 要固定到口罩机上面 然后这个架子才会不稳定 这里要打洞 下面要打洞 下面要打洞 下面的口罩机要打洞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会预留 我们会装好螺丝 放在这里面的 是这样的 嗯 那你装好它 到时候给客户 嗯嗯 可以 OK 再拍一下英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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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